好的 我們今天就是來到了 系連匯款 然後我們要來領 我們Youtuber的第一筆錢 最重要的就是喔這個 把它擋起來 這邊有一個 付款處理編碼 寫在上面 寫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跟他領錢 上次有一個好像破5萬 妳知道他是誰? 我不知道他是誰,他不願意跟我說 那我們這樣算領得多還是少? 算多還少?你們這樣時間蠻短,我覺得蠻多的吧 你們不是說這才幾個月了? 三個月?超久 對啊,這樣算不錯 綠佳,妳剛剛說什麼? 就是記得都要來大理分航,台中分航要等什麼 台中分航要等很久,記得來大理分航 說不定會遇到我 如果常遇到我,表示我們就還不錯 如果都沒遇到我們就... 就是因為我們用APP 我們用APP 好,這裡是858 謝謝 這是我們的第一筆 YouTube的營收 5858吧,應該很好的是 5萬... 5858 5858 不過其實我們今天原本可以領得更多 因為我們有一筆,第一筆的錢被鎖了 因為我們太久沒去領就忘記了 所以原本要領的是三個月的錢 那我們今天總共領的就是兩個月 也是我們的第一筆收入 所以再次謝謝大家 錢包是空 一個老闆的錢包只有發票 沒有任何陷阱 好,我們現在來好好的跟大家 討論一下拿到第一筆錢之後 打算要來幹嘛 我們現在是一個對員工福利非常好的公司 來去一個招日潭 台中最強燒肉 我們就是來大大吃一波這樣子 就是一次啦 全部五國燒肉 全部給大家點 三國燒肉還是五國燒肉 七國燒肉 我們就把它點下去 今天大家吃開七國 我們大家有好好的討論一下 就是第一筆錢 能夠來怎麼運用 首先製作人 我覺得我們要做社會的三次 身為一個台大社會系畢業的 社工系 台大社工系畢業的 其實是從小有靠著家福去支持 然後讓他一路唸書 唸到台大 現在唸東海 我們也打算讓這件事情 讓他世界更好的循環 拿這筆錢的一部分 開始來認養小孩 然後以後來就是超認真少年 架槓額超認真少年 每個月播出的費用越來越多 就是我們當然會養更多 那這件事情其實 我以前也有在做 那我們打算用大家的名義 幫你們大家記音得 動畫師勒 動畫師 動畫師你喜歡做什麼 我想要真心 真心 真心 真心很好 真心五萬塊 你可能只能整眼睫毛 好 那再來第三個人 又又 音樂記 蛤?什麼音樂記 大台中音樂記 五萬塊你頂多 可能只能參加音樂記 我重點來了 你要幹嘛 身為一個超認真的男子 我以前從小到大的成功經驗 就是我賺到的錢 就是拿來買工具 才有我今天這樣子的 可以養家戶口 所以以前 我領到第一筆薪水的時候 我不是去 拿去買電腦 玩電競 或是也不是買什麼 我去買砂輪機 跟買控牙機 因為我覺得工具 它能夠真正 讓你賺到更多的錢 跟賺到更多的工具 它就像是一個 徒子徒孫一樣 一路這樣慢慢擴大 到現在我們一發不可收拾 整間店都是工具 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 所以呢 第一筆錢很重要 我們就打算決定 拿這第一筆錢拿來買車 來看一下這後面 買車 搶車之前要先做好功課 但是我們其實就是一個 很不懂車的人 我們也不太來做功課 我們就打算用 塗白鏈鋼的方式 就是每一個品牌 都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就決定好 用這第一筆的錢 拿來買車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 勵志的故事 就是 從前從前啊 有一個人他辛苦工作 每個月三萬塊錢 存了一年之後 存到了三十萬 第一筆 存到了第一筆三十萬塊 然後加上 爸爸給的一千九百七十萬 然後買了一棟兩千萬的房子 就是這麼勵志 這就是社會 我很可惜啊 我個人是屬於負二代 就負債第二代 所以我們就打算用這第一筆錢 裡面撥出三萬塊來 加上以前存的 一百多萬 然後來買車 我們就決定從第一筆錢開始 我們就 開始看車了 然後到底要買哪一台車呢 也希望你給我們 大家給我們多多的建議 也希望空間要大 能夠載貨 能夠載很多人 能夠載這群人 我其實不懂車啦 所以請大家給我們建議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們的頻道 也希望你幫我們多多訂閱跟分享 然後開鈴鐺 那你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動態 還有一個 對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把廣告看完 因為把廣告看完 它能夠讓我們增加更多的收益 然後拿這些錢來養這些小朋友 點擊也可以 對 點擊廣告也不錯 對 它都可以增加 讓你喜歡的YouTuber 或者是你喜歡的頻道 能夠繼續 運轉跟生存 所以 你看到我們可以拍個頻道 其實要花滿多人力的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超人少年 我們開始賞車吧 謝謝大家 拜拜